历史上皇帝的宠妃有很多 独独这位是历史都承认的偏爱 孝庄太后是出了名的女政治家 可依旧敌不过她的光芒 这位女子何其幸运被皇太极捧在了手心上 然而她的过去却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记载 是不能为人知道 还是皇太极亲手抹去了一切 海澜珠的一生到底有多么受宠 海澜珠出生蒙古克尔沁部 这可是个豪门大虎啊 看过清宫电视剧的小伙伴们 应该对这个部落很熟悉 克尔沁有两样东西特别出名 一是这个部落的身份很尊贵 人称黄金家族 二是这个部落的美女多 而且专出大清皇后 像皇太极的正妻善善就来自克尔沁 而且有名的孝庄太后 也是这个部落出身 哦对了 哲哲还是孝庄太后和海澜珠的亲姑姑 也就是说皇太极是他们的姑父 这在我们看来关系有些乱 跟一团乱麻似的 而且有备常理 可是在封建时期 讲究的就是亲上加亲 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其实皇太极最初娶哲哲的时候 就是为了联姻 而且皇太极也爱上了这位聪颖 英姿萨爽的女子 夫妻恩爱 举暗其眉 度过了几年幸福的时光 可是岁月催人老 折折不再漂亮 感情也渐渐的消失了 后来他们就像是左手牵右手 于是克尔沁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十一年后 把布木布泰 也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 嫁给了皇太极 那年布木布泰 才不过十五岁 她天真浪漫 沙发果断 处世不惊 在布木布泰身上 皇太极看到了曾经褶褶的影子 所以对她也是宠爱有加 这样一说 竟不知道皇太极爱的究竟是谁了 或许如果海澜珠没有出现的话 布木布泰应该会成为 宠冠后宫的女人吧 可惜海澜珠出现了 天聪八年 一支很特别的队伍进了圣经 这支队部大部分都是女眷 领头的正是皇太极的岳母 哲哲的母亲 他们来圣经干什么呢 说白了就是相亲的 而皇太极就是这一次 见到了海澜珠 布木布泰的亲姐姐 据说海澜珠一出场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容貌精致 身材苗条 最重要的是气质清秀 可清秀中还透着一丝妩媚 这一次月女无数的皇太极 彻底沦陷 对海澜珠一见钟情 虽然我们现在都要经常吐槽 一见钟情是见色起义 但那时的皇太极 真的做到了毒宠 我估计 如果当时的海澜珠 说要天上的月亮 皇太极都会想尽办法 把月亮摘下来吧 像海澜珠这样出身大户 而且还如此貌美的女子 26岁还没有出嫁就有些不正常了 当然最奇怪的是还在后面 关于海澜珠的情况 在清宫历史里面都没有记载 她的过去是一片空白的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样受宠的妃子 连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下 当然还有人说海澜珠不是没有嫁人 相反他嫁的还是蒙古的一位大人物 他就是蒙古的末代大汉林丹汉 要说人们有这样的猜测 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就要说到明朝末期 北方草原的形势了 当时林丹汉渴望重建成吉思汗的霸业 皇太极率领的后金 就成了他最大的对手 这两个政权可谓是势同水火 谁也容不下谁 而且双方的实力旗鼓相当 这就让克尔沁部陷入了两难 为了保住家族的荣耀 他们很有可能 把部幕不太嫁给了皇太极 而把海澜珠嫁给了林丹汉 那海澜珠又怎么回到了娘家呢 相传就是林丹汉的叔叔 把海澜珠送回了克尔沁 而后海澜珠就跟着队伍一起去了圣经 这好像在时间线上和情理上都说得过去 但是这终究只是人们的猜测罢了 我反而更希望这件事是假的 要不然海澜珠就太惨了 虽然他得到了皇太极的宠爱 可最初也只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罢了 那这皇太极对海澜珠究竟有多好呢 看过电视剧的小伙伴应该还是了解的 皇太极虽然把哲哲立为了皇后 但那是迫于政治的压力 在他心里 最佳的皇后人选是海澜珠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他甚至将陈飞的封号给了他 陈是指北极星的所在 在古代那是帝王的代称 在唐朝武则天还是昭仪的时候 唐高宗李治就想把他封为陈飞 海澜珠嫁给皇太极之后生了一个儿子 这可把皇太极乐坏了 其实这已经是他第八个儿子了 可皇太极对这个孩子宠到了骨子里 甚至已经打算立这个孩子为太子了 可见海澜珠在他心里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他在大清国最庄重的崇重殿里 为这个孩子举行了大规模的庆典 还颁布了清朝的第一道大赦令 可是上天并没有关照这对有情人 相反在他们身上上演了一出生离死别 短短几个月之后 这个孩子就夭折了 海澜珠从此茶饭不思 郁郁寡欢 公元1639年9月 皇太极率领他的大军 向明朝的宁锦一线发起新的攻势 可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战役 但是皇太极却心系着远在圣经的海澜珠 就在最后的紧要关头 圣经传来了海澜珠病危的消息 历代君王都把江山放在了首位 但是在皇太极这里 却把海澜珠看得比江山还重要 他连夜跑回圣经 一路上跑死了五六匹骏马 而他自己也累得可血 可就是这样 皇太极都不曾停下他急迟的步伐 他生怕自己会见不到海澜珠最后一面 事实上 皇太极真的没有见到海澜珠最后一面 当他风尘仆仆赶到官居宫的时候 海澜珠已经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从此这件事也成了皇太极心中耿耿于怀的过往 后来他含着眼泪 亲手为海澜珠写下了记文 追封海澜珠为惠敏公和原非 这个嗜好可以说是完全代表了海澜珠 在皇太极心中的地位 它不仅是清朝妃子中嗜好的字数最多的 而且皇太极居然用了原字 在清朝原代表的是骑士 开头是原配的敌附近 可皇太极竟然把这个字也给了海澜珠 自从海澜珠死后 皇太极就一蹶不振 仅仅一年之后就与世长辞了 虽然不知道海澜珠的前半生经历了什么 但是他的后半生却活成了所有人都羡慕的样子 皇太极给他的偏爱是历史都承认的偏爱 或许关于海澜珠的过去 就是皇太极亲自抹去的吧 他不想让后世去议论这位他深爱的女子 他想得到的也是一份纯粹的爱 这样的心意真的是比千金还重 能遇见皇太极 海澜珠这一生也算没有白活